那個像 ET today 這樣的網頁 那 ET today 的話 如果我只要交點新聞的話 就是這個 block 其他的我不要的話 那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如果說我要找我們剛剛的方式的話 第一個就按右鍵 檢查一下 那你會發現他會給我一個 一樣 A 超連結 因為他這個是超連結 但是你會發現 HREF 有 Test也有 但是沒有 Class OK 如果沒有 Class 的話 那邊如果你要找所有的 A 的話 那會太多 因為 A 是超連結 那這個網頁是超連結的 就不只是這個交點新聞 還有很多其他的 那你可能如果全部找的話 哇 FINE O 全部回來 太多了 所以怎麼辦呢 要縮小範圍 那要怎麼縮小範圍 我的習慣是這樣 你可以配合 FINE 跟 FINE O 慢慢去找 抽絲剝繭去找 那怎麼找呢 接下來的話就是往上推 如果沒有你要的 Class 的話 那你可以怎麼樣 就是讓他這個 這個的上一層 H3 所以基本上你會發現 這個 H3 有這麼一堆 所以你可以藉由 H3 去找到裡面的東西 那 H3 如果全部你會發現 不只這邊有 H3 底下還有 除了交點新聞之外 還有很多啦 像什麼集齊 集食人器 什麼一堆 什麼八卦的等等的 但是我只要交點新聞的話 你可能要怎麼 再往上推 BOX BOX 2 BOX 1 等等的往上推 那如果說我想 應該是不是在BOX 2裡面 你可以有一個方法 你可以把它複製一下 然後先試一下 因為我只要抓這個 只找一次的話 因為BOX 2 只會有一個 不會有第二個 理論上應該這邊 它的 Class 這個 DIV 指的是 它的這個版型 這一區塊 這個 Block 所以我可以怎麼樣呢 我可以 假設我先 先 Demo 一下 給各位看一下 如果我要把全部的資料抓 抓回來 只有交點新聞的話 抓出來就是這樣 像這樣 我看一下 第一個應該是 背以毒不肥 超郁悶 OK 你們會嗎 在這裡 然後體操女神 抱閨蜜老公 怎麼都是這種 OK 是不是 對 最後一個 請問一下 新聞感覺都太 這是什麼新聞 這種是一個新聞嗎 所以網路上常常看到 一句話叫什麼 就是 小時候不好好讀書 怎麼長大當記者 對不對 糟糕 得罪太多了 好 那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們重點就是說 怎麼樣去抓到我們要的 所以呢 第一個請特別注意 我們一個一個 一步一步的來好了 那我是這樣 第一個先找什麼 像這種叫抽絲剝繭 像剝洋蔥一樣 一層一層慢慢剝 就會剝到你要的東西 這個它會相對的是比較複雜 不過很多網頁都是這樣子 你可能要掌握要訣 那我是把我一些技巧跟各位講 如果會議的話 其實爬 不需要從頭到尾看 網頁那麼多 哪看得完 一定要抓到那個 最重要的那個key key抓到的話 那就ok了 那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 我們確不確定這個DIV 是不是我們要的 那所以第一個我知道說 我要find什麼DIV 那它的名稱的話呢 就是這個什麼 box2 接下來我可以做一個print 所以有時候驗證 我就用print 把這個SP2 你們一層一層的話 所以我這邊分SP1234 把一層一層的往下對不對 你把它print看一下 裡面如果print的出來 你的 它其實就已經幫你怎麼樣 把你需要的東西先切出來 就是 那麼多HTML 它只把那一塊切出來 給你看看 是不是你要的 不是 這個不是我要 所以不是的話 你就不要再往前推 那怎麼辦呢 請你把DIV再往上推 所以往上這個box2 box1不對 所以這個是不是 這個好像也不是 最後我發現這一個 你把這個什麼 block的content 把它貼上 那你會發現 這個就是你要的 所以如果這個是你要的 你再往前推進 如果你這個不是你要的話 那你就不要再往前 你會發現這個是不是 看一下 有沒有超越以毒不回 對 這個是我要的 以毒不回 這個是我有要的東西 然後這個是要的 但是有一些是不要的 有沒有 如果你放在這邊看不清楚 有的時候我的習慣 Ctrl C 會把它貼到哪裡呢 開一個新的 NotePad++把它貼上 然後用什麼 用那個 語言部分的話 我就把它轉成那個HTML 如果太大的話 就Ctrl-減 把它縮小一下 這樣子的話 再稍微爬一下 因為 貼到NotePad++的好處是 黑白變彩色 差很多啦 然後呢 我記得它可以選取 某一個block 比如說選取這個 keyword有沒有 它會自動幫你mark 相關的東西 A的部分有沒有 A全部找到 HREF也全部找到 有沒有 這樣子的話 馬上可以找到你要的 如果沒有這個工具 有時候真的不好判斷 所以呢 有的時候爬蟲就這樣 先爬第一層 爬到了 再往裡面再爬 第二個我要爬什麼呢 它前面有H3 所以呢 我第二層的話 我可以什麼 再往裡面爬 所以這個找到了 第二層的話呢 我確定有了 所以這個就可以再往裡面 再幫我爬什麼 再找什麼呢 H3 OK 那H3找到之後的話 當然你也可以把它print 所以這邊 因為H3不只一個 所以fine all 然後把SP3 先確定一下 要不OK 如果OK的話 那應該就是我要的 然後裡面一樣 幫我把這裡面 這個有了 超鬱悶這個 只是因為呢 它這個又太長 所以Ctrl A C 怎麼樣 一樣可以把它貼到這邊 如果你要再細部看一下 這邊就應該是了 有沒有 因為它太長了 它沒有折航 所以再來的話呢 就H3有了 然後接下來的話 就一層 一層一層的 所以再找什麼 再找A 有沒有 因為這裡面呢 A 只會就是那個範圍 而不是全部的 不然的話 如果你找A 整個網頁可能幾百個都會出現 那我們找 這個區塊裡面的 所以也許就是本來很多嘛 那我們就是縮小範圍 再縮小範圍 再縮小範圍 然後最後就找到我們要的 所以 再把裡面的A找到 然後把他的Test 跟他的HREF 抓到 執行一下 看OPOPK OK了 有沒有 好就找到了 就是這些 上面怎麼多這些 可能剛剛Print 沒有把它關掉 上面這邊好像多一個 这个可以把它delete掉 所以基本上 这个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一个叫 剥洋葱式的爬虫 应该可以理解这个道理吧 不然这真的太麻烦了 光想到就头痛 光你把那个原石码一打开之后 头都晕了 那之前我那天参加研习的时候 真的就 上课的时候那个老师真的就开这个 然后就开始找 开始找 那他可能不知道有这招吧 OK 这招就找到了 对不对 不能这样讲 所以术也有专攻 最不过在那边也可以学到一些东西 所以有的时候也要看一下别的老师 到底怎么上课 最好是那个老师都有拍YouTube影片更好 随时都可以看 对 但是我后来发现 真的上课 尤其教这种课程 会足堂拍的 太少了 所以慢慢感觉到自己还是有一点领先 不过这也不能太骄傲 因为这东西有时候人太骄傲真的会马上就 所以慢慢还是要心要虚的 不然的话就放不了别的东西 所以我一直觉得我还没有学会很多东西 很多东西其实还是要慢慢去 所以如果你们有一些新的发现 欢迎告诉我 因为说真的这种东西太多了 没有人说可以包生包海 但是我只是知道说我以前前端后端什么通通都写 什么都写 甚至会跟各位讲过 我连那个AutoCAD Sallyworks 还有什么Photoshop Illustrator 这些全部都有设立而且都有教过 而且还不是只是简单教 你GoogleAutoCAD教学 我可能第一个page应该可以找到 你怎么知道 这里的话请各位试一下 剥洋葱式的 其他的话还有哪一些 我想各位可以再自己看 Google搜寻 也可以 不一定要找吴老师 你可以找你自己 看你能不能在前面找到 然后可能会有一些细节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这个部分的话是HTML 如果你要爬的话 如果你不知道这些方法 可能要爬到你要的东西 真的是有难度 那个证照考试里面的话 第二类就是网络爬虫 所以回去的话 它里面大概就是会有像 爬台湾银行的汇率 还有爬一些其他的网页 这部分的话 我觉得如果你今天 懂这个方法的话 应该也不会太难 试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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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